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英文一期度 我们今天看一个很短的故事 那学一个东西叫做怀恨在心 所以对一个人保持着 对你不开心怀恨在心 这短的故事呢是百字故事 好久没有做了 那他的标题又打不出来 因为太长了 他直接就开始说了 而且他继续说下去 这个标题的开头 就直接接进故事里面 所以我能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打出这个故事的标题出来 他开始就说 When your son who hates everything who even hates playing sports asks to play ultimate frisbee you drive him begrudgingly to practice 句点 第一句讲完了 好我们先把它讲完好了 那反正这个 虽然说也是有一些 等于说这段 百字故事后面还是有点 类似爆点的东西 不过至少他没有笑话那么样的 觉得爆点讲完就遗憾掉了 好所以继续说下去 the field is green squelchy from morning rain the sky like a dutch cloud painting when he begs you to stay and play you learn the backhand the forehand and the hammer throw you throw before you go you hotbox and when your son laughs and when your son scores your heart frays and grows barbs and you suffer from pricks of the barbs inside the grotto of your body because she played ultimate frisbee she was a professional and your husband rooted from her sideline and rooted against you 结束 Alright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故事 从后再说一次 其实这蛮短的 我废话 百字故事嘛 而且大概 男的字有一些些 我觉得这个作家写得很好的是 他用的字非常的精准 精准到一个真的让我想要拜下去 所以当你儿子 要求你 带他去玩飞盘的时候 所以其实主词 就是when your son your son asks you what asks to play ultimate frisbee 其实主词词词就是这样 所以加了一大堆的内容进去 所以补充儿子的资讯的 所以当你儿子 你的儿子是一个什么都讨厌 so 斗点 who hates everything 斗点 那接下来还是又再多加了一个 仍然是补充资讯 所以斗点后又是who 所以两个who接在上的后面 这样写作都是ok的 虽然说我自己便不太建议这样写 如果说你是一个学术性的写作的话 你一定有办法能够把这两个who 所描述的东西都想办法整合成一句的 他用两句来处理 其实就只是为了强调一下 儿子什么都讨厌 连运动都讨厌 所以斗点后就加了这个资讯 who even hates playing sports 所以当你儿子什么都讨厌 连做运动都不愿意 ok 斗点后要求你 要求来去玩这个Ultimate Frisbee的时候 当你的儿子 当你这么一个什么都讨厌的儿子 连运动都讨厌的儿子 跟你说妈妈我想玩Ultimate Frisbee的时候 你就会带他去 你就只好带他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有个词叫做Ultimate Frisbee Frisbee就飞盘 这个只应该没什么问题 前面加个Ultimate在干什么 Ultimate不是终极的吗 所以有一个飞盘的那种专业的比赛 他的名称就叫做Ultimate Frisbee 那他的玩法 其实跟美式足球相当像 只是球变成了飞盘 所以他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不暴力的运动 因为美式足球就撞来撞去 这个就比较相对来说没有那种撞来撞去的 我相信人还是可以挤 可是总之他是一个连护具都不用穿的运动 所以当你的儿子 asks to play Ultimate Frisbee 斗点后才是你的母句 所以你的when的句子只是一个时间复时指句而已 所以斗点儿终于母句的主持来了 You drive him 你就带他去 带他去哪里去联系 You drive him to practice 那他这里还加了一个hyphen跟hyphen 就是你怎么带他去的 你是一个begrudgingly带他去的 所以什么是begrudgingly 是我们标题讲的 不是华恩在心 因为华恩在心是里面的那个字叫做grudge OK 所以begrudging先给你看就不情愿了 他甚至延伸来说还有羡慕嫉妒 抱怨发牢骚 这么奇怪的一些额外的意思 OK 所以像如果说你完成了一个什么成就 然后我就有点 啊好了你好棒了 真的服了你了这样子 所以我也就是begrudgingly的在拍手 你说我是不情愿的拍手吗 好像有 你说我是羡慕的在拍手吗 嫉妒的在拍手吗 好像也有 所以begrudging就有那么多层次的意思在里面 好 所以你都 You drive your son begrudgingly to practice 这应该没问题 那我们把币拿掉 只剩下grudge这个字 所以我们讲了一个 这个片语就是hold a grudge 或者复述也可以 You hold grudges against something 那他的意思就是怀恨在心了 OK 因为其实你看刚刚的begrudge的意思里面有羡慕嫉妒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 羡慕或许还好 嫉妒抱怨发牢骚都不好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if you hold grudge hold grudges against somebody 就是你对他怀恨在心的意思 好 所以你有点冒犯我 讲话冒犯我 拆我的胎我就记在心里 下次有机会我就复仇 我就报仇 你捅我一刀 我下次有机会就捅回你一刀 所以记仇 就是这个用法 You hold a grudge against somebody OK 所以后面的名词多半其实是人 我这里写的是名词 可是多半是somebody就是 好OK 题目的讲完了 标题讲完了 所以你就不情愿的带你儿子去练习了 那这个场地是绿的操场 the field is green squelchy from morning rain 这个字我说实在都没有很熟 刚查了一下下 squelchy 这个字真的很酷 它的意思竟然就是 在这边 泥地在人走动时发出的嘎吱声 这么精准 有没有 所以眼前的操场刚下过雨 走在地上有点黏黏的 因为是有点泥嘛 对不对 right 所以走动时候发出一些咔吱咔吱的声音 这样子 的声音 scrouchy 好生动的一个字 so the field is green scrouchy from morning rain OK的 the sky like a Dutch cloud painting 这里是一个故意的文法错误 它其实大可以把这两个接成一句话 the field is green the field is green scrouchy from morning rain 豆点 然后 and the sky is like a Dutch cloud painting 所以这个天空啊 像是一个荷兰的云的画 为什么讲荷兰的 我也蛮好奇 所以我google了一下下 所以荷兰的一种画风 就是像这个样子 好像似乎这句叫做 Dutch cloud painting OK 文化上的一个东西吧 好OK 那没问题 那所以这是一个文化上的一种省略 所以后面这句其实应该是一个逼动词的句子 the sky is like a Dutch cloud painting 这次就把意思给省掉了 你问我为什么 因为两个句子都是意思的逼动词 那原则上这样的深调 不过一般来说的处理还是一个逗点 and的会更好一些些 他用的句点 其实这就在文化上真的不是很漂亮 不过again 写作这种创意的东西 忽略一些文化的规则 这是外国人很常有的习惯 我们真的已经看习惯了 所以你挑剔它也没有意义 总是大概就这样子 好我站你一次 the field is green scrouchy from morning rain and the sky like a Dutch cloud painting 这是我觉得文化上至少好一点的一个改法这样子 好anyway再来 so when he begs you to stay and play 所以当你的儿子求你留下来一起玩 你就学到了这个这个这个跟这个 OK so when he begs you to stay and play you learn the backhand the forehand and the hammer throw 所以你学会了 backhand就是后手 前手 前手丢后手丢 应该是这样子前手这样后手吧 OK backhand backhand forehand 那还有一个叫hammer throw 这什么概念 hammer是锤子对不对 狼头 所以你们 这个我也是Google了一下 丢飞盘的有一种丢法就是往下丢 可是那个往下丢其实是往前飞的 好你就是你有兴趣的自己去查了 总之是一种 it's one of the throws that you can employ when you play frisbee OK the hammer throw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各种不同其他可能战术类的东西 这个我也因为我没有玩过这个运动 所以我也不是非常熟 这个看过就算 so you throw before you go you hot box fine and when your son laughs and when your son scores you 接下去 所以当你的儿子笑 当他得分的时候 你的心 却 fraise and grows barbs 所以 程度好一点 同学 你看到这里 你可能就会觉得 诶 怎么了 你可能会 如果你程度不好 你可能会想说 这要讲的应该是好事情 偏偏不是 fraight的意思是什么 fraight的意思是 看一下 这边讲的像磨损边缘神经紧张脑火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的心就有点点 deverson 在不爽 所以当你的儿子笑 当你的儿子得分 你心却是不爽的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百字故事 这边开始发生转折 所以你的心不只有在fraight 在那边恼怒 还干嘛呢 还grows barbs 长出 长出什么 barb barb是什么 尖刺 尖刺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看过一个很扯的一个 就是那种 还语收起的一个fact 就讲说 在亚马逊河里面有一种鱼啊 鱼 亚马逊河里面的鱼 他们说 他们不建议 男生 女生或许也是 总之不要在河里尿尿 你如果在河里尿尿 在亚马逊河 尤其是你的下半身在里面的时候 泡在河里尿尿 那个鱼就会 诶 有温度 发现有热的尿液 然后他就会循流而上 循你的药尿的源头 然后钻进你的 生殖器里面 然后一旦进去了之后 他就会把他身上的尖刺 展开来 然后就卡在你的身体里了 然后如果要把它移除掉 必须要开刀把绳子去切开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画面 所以我就有记得他的英文的描述 就是当他 when it swims upstream into your genital 他就flare 他的barbs 所以这个barb就是 简直 简单的说 好OK 来 所以这边看 your heart frays 然后你的心长出尖刺 why and you suffer from the pricks of the barbs inside the grotto of your body 而你就 你就痛苦了 因为这些尖刺上面有 反正尖刺有 有尖尖的最尖锐的地方 所以我们讲说 一个东西最尖锐的地方 就叫做prick ok 所以一把刀 那个刀尖 就叫做the prick of the knife the prick of the sword 剑的剑 剑锋 剑尖这样子 ok 但prick这个字 其实在现在生活上 最常看到的用处 其实的使用的地方 就是说男生的鸡鸡 他取代掉penus 这个字就是 所以你可以骂人家 you prick 叫你骂人家 你这个臭鸡鸡 这样子 ok 好 所以 但是他原本的意思 就是那个尖端的意思 所以 你因为这些尖刺的尖端 在你的身体里面 就刺着你 你就痛苦 so you suffer from the pricks of the barbs inside the grotto of your body 所以 他为什么不说 inside the body就好了 我要强调一个 the grotto of your body 在干嘛 那grotto就是 这边讲什么 洞穴 食事 或之类的 所以你身体 里面是空的 对不对 你的身体是有骨架 骨架里面是空的 那里面装了心脏 装了五脏六腹 那那个空的东西 就是grotto so the grotto of your body 里面长了barb 然后他的prick 吃到你 这样子 ok 所以没有说非常精准 可以这么说 好 然后 接下来才开始讲的重点 因为 为什么你会 看你儿子高兴 你为什么痛苦呢 because she played ultimate frisbee 突然多出了一个 人称代名词 女生的她 因为她 玩这个 飞盘 ultimate frisbee she was a professional 她是个专业的 这里我就觉得 有点点 有点点 会觉得 她有 有差很多意思 在里面 我等一下再讲 等一下再回头 讲这里 而你的 and your husband rooted from her sideline 而你的老公呢 就跟他站在那一边 然后替他加油 而且就是 而也就是 等于说是 不替你加油 就替他加油 耶 好棒 好吧 那你呢 他就是等于 把你当敌对的 and rooted against you so if you root for somebody 就是你替他加油打气 ok 那他老公没有 替他加油打气 so you root for somebody 当然你也可以 root against something 这样子 ok so you can root for somebody or you can root against somebody or something 这样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从这里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 这个开车 在 小朋友去踢足球 不踢足球 我 我真的 不知不觉 讲真的踢足球 因为他给我的一个形象 就叫soccer mom 顺便就讲一下 好 像我姐现在就是一个soccer mom 我一般 就用soccer来说 因为 可是不仅仅是soccer 因为我的 小外甥女 她打的是排球 可是 总之都是靠我姐开车 载她再来再去 去打排球 这种 替小朋友的未来 培养他们 栽培他们 载他们上各种才艺课 的这种妈妈 没有工作 全职照顾小孩 载着孩子跑来跑去的 我们就叫她 这种妈妈叫soccer mom 一般用足球来 当作她的形容词 所以 我姐叫做volleyball mom 就是 那你说这个 我们刚刚故事里面的这个妈妈 载她的儿子去玩 ultimate frisbee 她也就是一个soccer mom 对不对 你想嘛 要是她今天有工作的话 她有办法载她儿子 想去玩就去玩吗 当然不行嘛 所以 回来这边 那 我们就知道 她大概 现在的状况是 老公离开她了 老公跟着别的女人走了 而那个女人 也是玩 ultimate frisbee的 这样 OK 可是为什么 我刚刚说这个professional 我停了一下下 she played ultimate frisbee she was a professional 难道这讲的是 ultimate frisbee的 professional player吗 她是专业玩这个飞盘的吗 我觉得并不是 OK 我觉得并不是 她并没有讲说 she was a professional player 她只说 she was a professional 所以 感觉起来是 她老公在职场上 认识了一个专业的女性 然后她也就跟着 她就被她吸引了 然后就把家里面 这一个 stay at home mom 就抛弃掉了 OK 所以这个professional 我觉得她有一个 额外延伸的意思出去 不是再回去修饰 ultimate frisbee的部分 虽然说接下来讲这一句 又好像在讲 ultimate frisbee your husband rooted from her sideline from her sideline 这个sideline的意思就是 我们讲说 运动比赛的场边 所以她老公是站在 她的那个场子的场边 替她加油的 而也就是冲着你来了 就是不替你加油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都有一些 比喻在里面 我觉得这故事就写的相当的好 用之前是用得非常棒 我们再读他一次 when your son who hates everything who even hates playing sports asks to play ultimate frisbee you drive him begrudgingly to practice the field is green scoutchy from morning rain the sky like a dutch cloud painting when he begs you to stay and play you learn the backhand the forehand and the hammer throw you throw before you go you hotbox and when your son laughs and when your son scores your heart frays and grows barbs and you suffer from the pricks of the barbs inside the grotto of your body because she played ultimate frisbee she was a professional and your husband rooted from her sideline and rooted against you alright 好 很棒的一个故事 希望你也喜欢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